能源政策應該還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大家都在關注重電股 綠電 甚至市電說綠電這一塊可以看好到2027年 所以真的這幾年重電股我們還是可以看好嗎 大家不要忘記 第一個的話就是台灣的選舉之後 下半年還有所謂美國的大選 所以這一塊的話 小減通膨法案也是會是一個重中之重 那2050年之前的一個節能減碳零排放 我覺得這一塊一定是確定的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不管今天是哪一黨執政的話 我覺得對整個重電來講都是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個真正有錢人 不像我們的房產都是在那個大富翁遊戲裡面的 對 他是真的房產 那浪子回頭這個市電的董事長推綠能 2027年 第一個他曾經因為我們在講 當初的金城四少也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顏凱泰 然後還有包含顧重量 然後包含這個許玉瑞 他們都是從國外念書回來之後 其實他們那一群人都富二代 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 那非常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但是他是其中裡面 相對來講比較低調 大家比較不認識 甚至是早期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的優秀的 但是後來變得很優秀 第一個他早期樂中股票賣過土地 老陳就在講他在整個年少的接班過程中 闖禍比做事還要多 但是因為他的母親突然辭世了之後 就是他就變成是說要扛起他們家 整個養德集團的一個這個重責大任 所以他就等於是接班的第三代 那第三代裡面他你要知道養德集團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集團 第一個 盤蓋很廣 重電當然就是市電 物流就是新竹貨運 那新竹貨運因為他們是新竹起家的 那開發就有所謂的市值 而且他們說是房地產大戶 因為市值本身也有跨足房地產 觀光這一塊的話 各位不用講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 你有去吃Acar的話 你就知道就在國賓飯店裡面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打球的人都知道 第一個所謂的新風球場 林口球場 全部都是他們家的 所以我才說他們是一個真正的有錢人 然後呢 但是他相對低調 但他現在在推升整個集團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他這幾年的營收 真的是有在慢慢起來 因為我們對一五類的概念 一六類的這種股票 我們都覺得是老牌的大牛股 對 可是去年度我們曾經看過什麼 華城 華城一整年已經 各位你知道嗎 華城一整年漲了五倍 漲了五倍 你說這種股票的話 地牛可以翻身被火牛 所以也就是說像市電這種的話 就被大家提到 老牌的重電公司它一接手了之後 就開始佈局綠能 而且綠能的一個狀況的話 市值都還有在繼續提升 重點是因為他開始慢慢的多角化去投資 比如說宏德能源 這個在這個創業板裡面 那他也是他的第二大股東 充電樁這一塊的話 他跟企而行 企而行是一家很大的一個運能公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跟龍頭的核泰汽車來做合作 在未來電動車的世代裡面 第一個他做所謂的充電樁 而且他不光只有做充電樁 他還是做整個充電樁的營運 從金流到整個收費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完整 雙一條龍 對 然後重電這一塊的話就2027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說整個現在你覺得說 這個華城很厲害 可是市電慢慢有開始有 就是企而這個孝之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以市電的一個股價來講的話 在去年度曾經一度來到174 這個就是因為他開始跟這個企而行做衝霸 這一塊的體材讓他整個的上去 那後來當然下來的一個過程中 第一個營收當然也有降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大家就是看到了美國很多的運能商 比如說在做這個所謂電動車這一塊的話 相對來講是不是都破產了 或者是都虧損 所以就是導致這一段他們都下來 可是後面的這一段起來的時候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主要是美國的公債殖利率下來 那像重電也好 綠能也好 都是利率敏感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利率敏感的公司 只要利率只要一稍微有降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一個股價表現 跟他們投資的營運成本都會下降 所以他們的獲利 基本上他們的獲利都會提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營收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獲利是一直保持的 一直相對的比較高大 對耶 對 這一點的話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營收其實它是往下走 可是其實獲利卻增長 因為營收這件事情跟標案有關 他們都是分紀錄帳的 但是獲利就是一直持續的往上 那宏德能源的股價最近也上去了 就是他的第二大股東 他是他的第二大股東 他合作的核泰車最近也起來 所以我覺得對市電 在今年度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會不會繼這個華城之後 可以開始期待 我覺得值得研究 好 那剛才殷老師有提到印度 等一下我們回來來討論 印度的經濟市場率非常的強 有沒有可能取代中國呢 我們先走了